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节目一开始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从我右手边第一位开始介绍 我们欢迎高雄市议员李顺敬 李议员您好 亲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议员李顺敬 欢迎李议员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 南方水联盟的召集人鲁台银 鲁老师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鲁台银 我也是我们南部有几个 关心水的议题的这些团体的 一个组成联盟的召集人 谢谢 谢谢 欢迎我们卢老师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的副局长 廖哲明 廖副局长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副局长廖哲明 欢迎廖副局长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 高雄市议员蔡金燕 金燕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好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视频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蔡金燕 是的 观众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 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有关于大高雄的防洪治水的议题 因为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讯息了 而日前高雄市政府举办的南方治水论坛 已经圆满落幕了 我们看到来自国际间五大城市 有关于水环境的学者专家 都来到了现场与会提供相关的建言 而事实上大高雄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比较严重的一些水的相关的灾情 那么这几年来您是不是已经有看到改变的状况呢 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现场的来宾 我们先请教的是民意代表 我们先请教我们的李顺敬李议员 你是怎么看 你有感觉我们大高雄最近的这个 水环的这个问题有改善吗 是 市民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地感谢 我们敬礼港多电台 这种是这个水环境 水环保的问题 特别欢喜 刚才主持人在把我们市民朋友报告的非常重要 这几年两千凶八年的卡莓基台风 两千凶九年的莫拉克就是巴巴水災 和日空一康年的凡纳比台风 都做成南台湾甚至我们高雄市的重创 市民朋友的损失 让我们都记忆优伸 一直在本会也好 在市政府也好 跟我们相关的水专家 环保专家也好 一直都在设法 要来办理防洪地水的部分 我们也在基气九分 在这段时间 本会在水环境的遗生的部分 和风災地水的部分 我们都全力来支持 都全力来支持 当然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我本人来自我们原来的高雄市 所以对高雄市的水災的 中市的程度 我会比较中市 普通市要如何抵立 对我们的水里局 或是原来的下水道工厅所 有很大的要求 和很多独卓 就要有这个机会 来跟市民朋友报告 当然 高雄市较高饮水的所在 除了我们的学区来面的 前顶河、红山茄以外 会计这要求 如果有我们的尖宝铁 还有我们的公店铁 甚至是ng 我們前頂監、前頂盒和鳳山監這幾年 經過摩納克、凡納比跟我們前頂監和水質 市政府前頂監管也都是平安神經 在我的觀察,在前頂盒的選頂監管的中間 地勢就比較疲勁 如果還堵到大潮 水中起來之後 有時候我們的排水都排不離 不但排不離 還灌倒進來 造成我們的地方的災害和災難 經過這幾年的狗群 我也一直來讀綽水禮卿 福嘉財要跟市民朋友報告 這幾年我們市政府 在我們的前進地區 投下很多的地水的經費和諸位 包括我來報告一個就是 頂檔三家的部分 他也來做一個 這個 這個搓水 強制搓水的頭部 他主動發的 自動閘門 甚至水位中下的時候 他就自動關閉 甚至啟動 這個主動 給我們市來的汽水 給出了檢定盒 把我們的分流分得好 在頂檔一家的部分 不然先請我們議員 先稍等 等下要計劃的時候 請我們議員來計劃 所以在議員你的觀察就是說 這幾年有進步 有進步 有用心 投我們水利局肯定的一票 好 謝謝 那我們就要請教另外一位 我們蔡議員 那你是怎麼觀察 您覺得是不是有改善 你觀察的指標在哪裡 我想這一點剛剛 我們李議員也提到 提了很多 就包括說市府在這幾年 我想也記取這個 711跟919的教訓 那就是在每個地方 他比較容易淹水的 那根據他地區特性的不同 那也許針對水系 那也許針對他排水系統的改善 或者是針對剛剛李議員講 在比較下游的地方 他透過這種機械排水的方式 因為他那個是海水進來了 你不得已只能用水漲本方式 透過機械排水方式把它排出去 要不然那邊有住人 除非把人牽走了 那一些種種的改善 那當然919以後 到今天為止 其實還沒有面臨 更險峻的挑戰 當然我們是不希望發生 不過我們希望說 這幾年不管是水利局 他本身規劃中央的 相關的液淹水計畫的補助 那我們也知道今年3月 立法院也通過600億的 特別的治水預算等等 這些未來 哪些地方還有改善 我想這些工作 其實在很多地方 還有的 還可以慢慢再來做 那在我們的選區方面 他其實有一些或多或少改善 包括大家比較注意到 是台泥整個要簽廠 那他那裡要規劃置洪池 等等的這些措施 我相信整個高雄市 對於未來 如果真的有什麼水患來講 它是相對較有韌性的這樣 是 所以就我們蔡議員的觀察 也是覺得其實事實上 這幾年來的一個改善 是有明顯的 是 是 謝謝 所以又再度投我們水利局 肯定的一票 那接下來我們要請教的是 我們盧老師 就您長期的一個觀察 原高雄縣的這個部分 那在過去的話 可能大雨一來也是經常 我們高雄縣的部分 也是有常常聽到 這個淹水的這個部分 那在縣市合併之後 它是不是有看到了一個 改善的一個契機呢 好 我在想 我順便來談一下 就是說比較了 2001年的七一水災 那個是一個台美颱風 它當時的雨量 就是說大家如果觀眾朋友 還記憶 那個時候我們感覺到 整個高雄市的雨 就好像是用潑下來的一樣 那個時候大概最嚴重的 其實在前陣 那個時候大概雨量 大概是400多毫米 不到500毫米 就是整個一天的 其實它那個集中在 大概8個小時 那這個部分 大概造成整個高雄 原來的市區 非常大的淹水 但是919我們的記憶 當然是遭受了很大的災害 沒有錯 但是有一點 919光是這個前陣 他們的雨量其實超過540毫米 比七一還要嚴重 但是後來前陣是比較沒有淹水 那幾乎是沒有了 但除了有一些趕潮段的 就是比較在出海口的地方會有一些 因為它本來就比海平面低了 如果說那個海水又漲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一些困難 但是橋頭這個地方淹水最嚴重 它的這個8個小時的雨量 到達940多毫米 那個其實是整個是七一水災的一倍 所以整個這個湖內 這個岡山地區 所謂的一邊汪洋 那目前來講 從這個縣市合併前到 尤其縣市合併後 因為經費上有一些溢柱 所以在幾個河川的這個整治當中 我們也看到非常大的這種 這種一種改變 就是說最主要是雨前 我們大主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我們都是剛才議員說的 我們是一個平原地區 所以你那個水幾乎有的時候 這個漲潮的時候 它那個海水比我們這個還要深 所以就還要高 所以你有時候排不出去 那怎麼辦 那所以你就想辦法不要 這個你要 排不出去的水 不要讓上游的水繼續下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有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做自洪池 那在 當然在這個中央的協助之下 但高雄市 其實也做了一些配合款的努力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就是說在岡山的地區做了蠻大的自洪池 還有這個我們的那個赤龍溪也有一個很大的自洪池 甚至於這個阿公殿溪都花了很多錢做了一些自洪池 但是目前大概還沒有辦法全部都做完 因為那個要花很多的錢 那我們大概會有一些想法 希望能夠用另外的思考 那包括這個大寮的地區也有山宅頂溝的自洪池 大概目前在這個地方暫時都解決了問題 但是我們大概也都知道 我想等一下這個副作也會提到 就是說現在我們經常講說這個暴雨越來越大 尤其是它不是說一下子幾個小時的 它其實就短短的兩三個小時就下了 非常大的雨這個時候 這個可能我們對這個部分的這個還會有一些壓力這樣子 是 那麼從剛剛我們議員一直到這個老師這邊 都有做了一些也許在過去一些這個相關的一些建設 還沒有齐備的時候 可能一些淹水的這個災情 它是很明顯會造成民眾的一個恐慌 跟淹水的一個災情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但是這幾年大家也可以感覺得到明顯的有改善了 那這個原因到底是什麼地方發揮了一個功效呢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氣候非常嚴峻的一個考驗之下 那我們要請教副作 在我們大高雄來講整治水患 從液淹水的地方剛剛盧老師有點到 所以我們水綠局是不是已經有掌握到 我們大高雄液淹水的地方是在哪裡 而且是不是錢先花在刀口上 針對液淹水的地方先著重開始改善 是不是請副作先跟觀眾朋友來報告一下 謝謝 大高雄的這個地理環境 從合併前到合併後有很大的一個變化 合併前面積就是153平方公里 合併以後變成2946平方公里 所以它的一個轄距化也變得非常的廣 在東北邊就跟玉山的南風來連接 那西南當然就是跟台灣海峽 所以地形的變化起伏非常的大 也就是說河川它的整個流速非常的快 所以在大高雄面臨到的這麼大的一個 地形的一個變化 事實上在液淹水地區的一個整治 需要分不同地區來做整治 那有關於因地制雨的這個部分 我們在上游我們仍然沿洗的這個策略 就是用保水的一個策略 也就是我們希望中央單位 就是這個水保局林務局 就是針對山坡的這個林務 能夠持續的來做加強 那地方政府我們當然就是配合中央的補助款 我們來做這個水土保持 野溝的一個整治 也針對這個濫墾的這個部分 我們加強來的宣導來取締 那我們接著說最近幾年 這個成效做得不錯 也就是說上游如果把水土保值 慢慢的來讓它納入正軌的時候 就不會有土石流 或者是許多水患由上游往下游來液淹 那在中游的部分 我們強調的就是制洪池 那合併了以後 大高雄地區做了很多的制洪池 剛剛盧老師也提到鋼山AV制洪池 這兩個制洪池 在今年的4月底都已經完工了 所以總制洪量 接近150萬噸 大約就是以前我們在合併前本利制洪池的15倍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量 那相對的它的效果也非常好 也就是在中游制洪的這個部分 我們除了一些綠地公園有制洪 那比較明顯的這個制洪池 我們也在沿高雄縣的地方不斷地來開闢 當然包括三宅頂溝 制洪池 仁武四龍溪 制洪池 種種 那總計大概開闢了230幾萬噸的這個制洪量 那在下游當然就是排水渠道 我們持續地來進行拓寬整治 在沿高雄市的部分呢 其實渠道大概都已經完成了 那排水系統也非常的優良 那在大高雄的這個部分呢 排水渠道由下游往中游逐次地來進行這個河道的一個拓寬 那在這個下水道的部分呢 也不斷地來做建設 那因著這個上游中游下游 我們各有不同的這個重點的一個建設 那我們相信說 對整個大高雄的這個制水防洪 都這個排洪的能力是不斷地在提升當中 是謝謝副作的一個詳細的一個說明 那我們也看到水利局單位呢 根據這個我們大高雄的山海河港 因地制宜做了相關的一個防洪排水的一個整治措施 那我們當然就要請教我們現場的來賓 尤其是我們的民意代表 水利局做的這些報告有沒有符合你們的期待 那是不是你們還會覺得 是不是還有哪些地方也是急需要 我們水利局這邊提供一個相關的一個協助 我們李議員 你剛才有記了很多 你有覺得說有需要更加強的嗎 謝謝 我們談到剛剛我們副局長的報告 那我們也知道志鴻齒的重要 那現階段來講 我想光去廣挖這個志鴻齒 可能沒有辦法應付這種這麼嚴峻的一個天然的一個災變 那是不是我建議我們的水利局能夠在這個志鴻齒的部分 除了這個治標之外我們也要治本 所謂的志鴻齒你廣挖志鴻齒可能也不夠 是不是我們的每一個社區每一個公園每一個地方 我們都要為志鴻齒的一個概念 尤其是現在的大建設那麼多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重劃區那麼多 到底他們的連外排水怎麼樣 他們自己要有自己小志鴻的一個功能 不能光靠我們政府來做 比如說我們的道路 你總是給他鋪那些不透水性的 那不透水性的水全部都流到我們的志鴻齒來 很快的流過來 以前下個兩天三天還沒有關係 現在下個兩三個小時我們的水位都爆滿了 那個就是我們本身的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臨近沒有小志鴻的功能 所以我建議我們學歷局或者是我們相關單位 這個要全面的要互相的來配合 是不是他們有重大建設有重劃 或者是他們的社區公園 他們自己要有小志鴻齒的功能 但是不能太深太深會危險 太深會危險 比如說40公分50公分安全的範圍之內 把自己的水把它吸進來 吸到你自己的社區裡面 不要一下子全部都逸流到我們的 得這個上游 中游來 那下游的海水又倒灌 我們下游老是受災殃 那我這裡我也跟我們水綠局 也提供這種這個潛艦 希望以後你們在治水的時候 要有這樣的一個準備 那跟民政局跟環保局跟養工處 都要去檢查 以上是我的個人潛艦 謝謝 是 謝謝李議員 那我們蔡經燕蔡議員 您本身是學這一方面的 那是不是可以再跟我們補充一下 我想針對這個剛剛盧老師提到 我們其實這個水患的部分 這幾年所面臨的是所謂的 極大的順時雨量 這種小時累積雨量 乃至於半天的累積雨量 八小時累積量等等 那個都是非常的可怕 它的水準也超過過去 我們所謂的設計標準 那在這方面你要同時去做整個排水的改善 其實會有困難 所以才會改成 用所謂制洪的方式來做 那剛剛李議員有講到這個微制洪的觀念 我想我們剛剛這個水利局有提到 我們有做了好多制洪池 我們知道說這些制洪池 其實它整體的經費 光用地取的大概就佔了八九成 那你要在原高雄市 剛剛講的大概我們會在中油的地方 採用制洪的方式 你要在原高雄市的地方 找到那麼大的制洪的面積 然後產生這樣的制洪量 其實有困難 所以微制洪的觀念才會有 一再被提起 希望說乃至於說中央講這個海綿城市 我想就是透過這個我們的公園 讓它更立體化的設計 可以產生一定的制洪的效果 我想這樣才能真的說 你如果說光是要去找 就像我們的七一水災 那個城大的防災中心 所提出的幾個制洪池 你看像台泥也是到這幾年才 所以重點就是用地取得 那這個在現實的意味上 其實財政也好 或者是用地取得的現實性也好 達不成 那當然就是透過微制洪的觀念 來做這樣 那當然其實還有很多的 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做 那透過微制洪的方式 我想可以更快達到 那當然我們議會在去年還前年 也通過這個綠建築知識條例 我們希望說在新的建築物 他們底下可以自己有自己的儲水池 一方面它也可以增加 雖然說它的容量不大 但是你如果每一戶都有這樣的一個 私人的儲水設施的話 它也可以達到一定的制洪的效果 那另外它也可以提供一個 再生水的再利用這樣 沒有錯 所以因為高雄市政府對於這個水的 相關的一個推動的一個部分 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我們稍後再請我們的副作 來跟我們做一個回應 那盧老師您有相關的意見要提出 這個制洪的這個部分 您好像也是非常 我覺得兩位議員提到的其實是我 其實坦白接下來我們制水的一個 關鍵的地方 就是說你去挖那些很大的制洪池 其實要花很多錢 雖然我們對制洪池的 我坦白講這個制洪池 也是我們在2007年跟現在的水利署長 也就是原來的這個 就是他原來副署長提議的 原來制水的計畫裡面 水利署是不做制洪池的 因為他們都希望在上游 但是現在在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國家 他們現在在中下游 他們用這樣續洪制洪的方式 也都有在做 但是當初我也坦白的講說 我們對這些國外的經驗 並不是非常清楚 我們都認為說就做了制洪池 就解決了 但是現在問題是說 那個制洪池光是去買制洪池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尤其是我們很多的制洪池 都用到台塘的土地 那台塘是我覺得 反正他就是你要做得很好 反正你就拿錢來買 那個價格也非常的高 甚至於有的時候你說 我先幫你做了以後 我再慢慢分期付款給你 他說不可以 他還去告你 這個原來的我們現在的局長 就是原來在高雄 現在也被告過 我覺得當然這個會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這個時候 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決 就是說我們現在是講說 第一個是用豬用的 那豬尤其在農地 像山崽頂溝這個制洪池在做的時候 他們最大的困難就是說 那些都是農地 你把它遵收了以後 它會失去農民資格 因為它就沒有農地 這個時候我們有沒有辦法用租的 這個其實是在我們有一次 有一個工作方 就是我們特別找了水利局 找了荷蘭的幾位專家來 他們的工作方當中 他們提出來的 荷蘭就是這樣做的 那個時候省了很多的錢 目前為止我們也把這樣的想法 跟水利署也談了 但是關鍵的一點就是 這個事情不是水利署可以做的 因為它必須地方 因為它牽扯 地方也不是只有水利局可以做的 因為它必須要牽扯到都市計畫 它農業的單位 土地的一個利用 非常多的單位 需要協調 像這種事情 包括剛才這個黎元提到的 維治洪池 就是說我們前幾年 市長也帶隊去到日本做了一些參觀 尤其是很典型的在東京都的附近 的這個橫濱的那個所謂的 這賀劍川流域 賀劍川流域 它雖然有很大的一個制洪平原 但最重要它有4000多個 小型的這些加戶的這種小制洪池 這個制洪池怎麼來的 都是溝通來的 這怎麼溝通法 他們必須要有一套法律 那個溝通的東西 絕對不是水利局去做了 因為水利局光溝通這個 它就溝通不完 它必須要有一些機制 也就是它成立了一個市政府 成立了一個委員會 它結合很多的局數來處理這些事情 這也是這次我們在討論這個 治水論壇的時候 李鴻源這個李部長 他雖然已經卸任 他原來在台北縣當部縣長的時候 他就是做這種統合治理的一個委員會 我覺得今天高雄市 接下來的這些工作 應該要想辦法 台北市新北市現在都有了 我覺得我們高雄市應該來成立這樣一個 統合治理的委員會 綜合的這些 不是說只有方法 甚至一個制度 不然的話 他們光是水利局 我知道非常辛苦 每天就光溝通這些事情 有很多的妹妹剛剛還要來溝通 還要等這些計劃 那老師先請您稍等一下 我們現在接通觀眾朋友的call in電話 是小港區的陳小姐還在線上嗎 陳小姐還在線上嗎 好 那不好意思 那如果稍後陳小姐如果還有意見 要call in進來的話 也歡迎您持續的call in進來 我們稍後還會再開放call in的時間 那我們現場還有大概三分鐘的時間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副作來針對 我們剛剛來賓提供的意見為我們整理 然後回覆一下 是 謝謝 謝謝 剛剛李議員他特別提到的就是這個 微智宏 微智宏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跟蔡議員也強調也是類似 那盧老師講到就是這個 如果是公設的這個制宏池 要花很多的費用來做徵收 那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我們最近在努力的這個方向就是 盡可能就是利用公園綠地 也就是不用再徵收的這些地 或閒置的這個地呢 來做這個制宏池 那我們有關於這個市區的制宏池 寶業裡制宏池 本業裡制宏池 事實上都是用學校印定地 公園印定地 閒置的我們把它先借來做開闢 另外最近我們也在努力就是 比照荷蘭的這個高速公路引到下方 這個我們的頂親交流道 事實上我們最近也在協調 也把它來做一個大的一個制宏池 那我們不否認就是說 維智宏的概念非常的這個重要 也就是說如果家家戶戶都能夠有所謂的 綠屋頂或是儲水 那大家一起來的時候呢 這個力量就會非常的大 所以陳大煌在中心 事實上在一年多前呢 給我們市政府做規劃 也規劃整個愛河流域的這個公園綠地 那以後呢如果在整建的時候呢 盡可能把它地表往下降 那如此的時候呢就能夠 有這個幾百萬噸的這個儲存量 雨水的這個儲存量 能夠減低這個洪患的一個災情 那最近我們也在進行這個 基地保水的這個條例 那這個部分呢 目前已經委託協助單位研究完成 那我們後續會配合這個公務局的 立建組的這個自治條例呢 我們會一併地來做這個執行 相信對整個大高雄的這個 類似維智宏或是排水黃宏的能力提升 都會有非常正面的幫助 好的謝謝我們副作提供給我們 這麼多相關的一個訊息 那我相信電視機前面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對於就是說自己住家裡面 如果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維智宏 有可以有做這樣子的一個設施的話 基本上是應該蠻願意來做一個配合 那只是不知道 到底要用什麼樣子的方法 才能夠加入這樣子的一個 防洪這個防災的一個這個行列 那我們稍後是不是再請我們現場的來賓 再提供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更多相關的意見 同時再給我們的觀眾朋友來報告 相關的一個治水進度現在到了哪裡 那我們高雄現場先休息片刻 稍後繼續回到我們的節目來 哇 新家喔 媽 上車吧 會記得他洗完的時候 常常讓我煩惱 所以我一定給他沾條條 希望給他最好的保護 他說現在他大了 換他給我最好的保護 媽 現在後座要系安全帶喔 我知道 他最關心的是我的安全 人生不盡完美 隨時都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 而心情不好 給予他們多些關懷與幫助 別讓憂鬱變成病 順手捐臨前快樂在心田 快樂在心田 自殺防治需要你我的參與 用心聆聽伸出援手 做好一問二應三轉介 你我都是自殺防治守門人 0800請幫幫救救我 能能減碳新生活 血馬步行兼保健 每週一天不開車 雪車用車助減碳 冷氣控溫不外泄 自備北塊霸雨帶 多吃蔬食少濕肉 集用資源護地球 兼能省水更省錢 水手關燈拔插頭 行政面環陰保護署關機靈 希望大家在台風浩雨期間 減少外出 並避免停止山區道路喔 可是 如果遇上緊急事件 上路前可上網查詢路況 行車時一定要收聽 警察廣播電台 避免行精危險互斷 還有簡單的避險小口訣喔 那就是公路聽看庭 而且要留意並遵行 可變資訊標誌 或公路單位的指揮 台風浩雨 路況超鋪掌握 民眾減少上路 遠離災禍 這輸進工程 簡直就是Mission Impossible 以前我們要牽好幾年 現在我們幾個就把它牽離好了 老闆 可以休息一下嗎 不可以啦 你看 那些沙石車排起來 可以繞地球好幾千了 挖出來的沙石 都倒可以填滿好幾千座的棒球場 我們多做一點 大家就多一點保障 走 歡迎您再度回到高雄現場的節目當中 現在進入到了訊奇 所以我們開始要提高警覺 要做的是水患的相關的預防的一個工作 那麼在上一個階段我們有談到大高雄呢 自從這個建設了許多的這個製紅池的建設之後 可以明顯地改善我們大高雄過去的一個水患的一個淹水問題 尤其是水利單位針對大高雄的液淹水地區 都做了非常多的一個努力跟預算的一個投入 那麼事實上呢 在河川的整治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要先請教現場的來賓 那您覺得對於我們大高雄在縣市河濱之後 有一些重要的一個河川的整治方法 是不是有符合您的一個期待 我們是不是先請教我們在今夜參議員您的一個看法 我想很可惜 我的選區沒有自然河川經過 只有愛河這個運 那我想其實河川整治我想 我們談一個國外的案例 我們剛剛盧老師提到荷蘭 其實荷蘭最著名的就是 它在這個19世紀20世紀 它做的那種Delta那種大壩 他們大壩主要是在擋外面的海水 結果這幾年啊 因為氣候變遷的關係 他們的雨量跟以前比起來是差很多 更大這樣 結果造成說它的內水跑不出去 所以荷蘭這幾年提倡了所謂的 Room for River 就是多給河川一些空間 所以這個概念如果套用到我們高雄市 其實像志宏其實就是Room for Water 或Room for Frog 就是找個空間去放水這樣 那包括我們自己民眾 其實在很多的地方 它真的淹水了 那你要做一些這些防空設施 有時候經濟效用不到 那是不是我乾脆又住在二樓 我的一樓平常它可能當車庫 當一個空間 像這樣的一種概念式的東西 那我想透過這樣 因為以前我們念我的專長 在比較偏重在海岸工程 像我們以前早期 我們在防潮遇浪的時候 就盡量把它海提租高 但是這幾年慢慢的發現 海提租高以後 你會有所謂的二次破壞 你的提前衝刷造成這種 海提會崩落 崩落造成後面的沙灘 會更加快速的流失 那我們採用這種靜自然的工法 用緩波式的 一方面提高清水性 二方面不要用強硬的力量去阻擋這些波浪 或大自然的力量 要去順應它 那我想這種Room for River的觀念就是這樣 那製洪池其實也是這樣的一個觀念的遊覽 那當然其實台灣比較可惜的 就剛剛盧老師講的我們的總和治水 這個真的在修法上必須要加快腳步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法令規範行政機關要去做的事 大概都是以功能性來講 所以造成說一條河流 它可能有捕魚的 有防洪的 那也有這種景觀的等等 造成說一條河川讓很多的單位去管 主管機關 就管到這樣哩哩哩哩哩這樣 那這部分像剛剛盧老師講 那賀建川他們有他們所謂的流域委員會 像這樣他們才能整合各方面的這個 各方面的力量 然後讓它做一個完整性的規劃這樣 是沒有錯 剛剛我們經驗議員就有講到 也許一條河川它主管機關很多 看起來管得很細 但是重點是 當一些當就是有水患 或是真正問題發生的時候 才會凸顯說那個問題 其實大家都沒有辦法來管的 所以剛剛議員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河川整治最重要的 其實要跟我們的自然生態做一個結合 過去可能是用一些圍堵的方法 但事實上才發現 其實應該要順應自然 讓水找到它應該可以儲存的一個地方 那理議員你有補充的意見嗎 是 謝謝 我想針對我們副作 剛剛向市民朋友報告的 這些制宏的概念裡面 我想它這個只是我們水利局的一個個別局處的一個作為 我認為我們各縣市政府的各局處應該有橫向跟縱向的聯繫 尤其是我剛剛講的我們的公共設施裡面 除了這些制宏池之外 怎麼樣把水流下來 流到地表裡面去 比如說我們的道路 我認為我們的養公處 我們的公務局應該在後面要多努力 要多努力把這些水不要流出去 不要往我們的制宏池流 不要往排水溝流 你流到地表 等太陽一出來了 那個熱度一出來 它本身也可以降低我們的溫度 但是相關單位的配合可能就不夠 這橫向的聯繫 另外在製水的部分 本人是認為說 我們的製水經費方面都是夠的 而且府會也都全力的認為應該這麼做 但是優先順序的排定 我認為我們的水利局要有GAS 不要因為有的地方比較會吵 有的地方比較會爭 那就是以一些比如說美綠化 或者是黃洪 景觀 然後用到我們的製水預算 可能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說我們的製水的優先順序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排定 不要受地方民意代表的影響 或者是壓力的影響 造成老式積水的地方 老式積水 沒有積水的地方 經費一來 就能用到景觀 能用到什麼製宏池 能用到公園 航這一方面的這個作為上來 這個對製水都是嚴重的考驗 另外我想 中央這裡部分也應該對我們地方也要多關懷 尤其是我們南台灣這裡這幾年 從2008、2009、2001年等等 我們都受到嚴重的考驗 當然這個我們的陳局陳市長 我們的議會的全體同仁 我們中央級的民意代表 我們都要不分黨派 一起向中央爭取 尤其是我們製水預算 像今年我們昨天 議會也剛剛通過了 我們災害 治水災害準備金 六億一千萬 我們全力的支持 今年只編了六億五千萬 不夠 早年我們高雄縣 高雄縣的時候 總預算的百分之一 來編我們的災害準備金 或治水的這種相關的預算 今年因為地方政府也受到預算的壓力 昨天我們府會 我們議會通過了補足 馬上追加預算追加六億一千萬 我認為說我們全力的支持我們水利局 養工處或者是我們相關的局處來做好 治水的工作 這是本人的前見 以上謝謝 是 那麼有我們議會的一個強力的支持做後盾 我們也希望我們水利單位能夠 努力幫我們的這個水患的 液淹水的地方能夠做好一個最完整的一個改善 那盧老師您有沒有意見 我回到剛才這個李議員的這個議題就是說 事實上這關鍵它其實不只是水利局 就是它必須一些溝通的 橫向聯繫 橫向聯繫 那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現在這個古山最大的問題就是 台泥這個地區還是會淹水 最主要是台泥就是整個古山的這個水 要透過台泥前面的那個叫七號運河 它排到我們愛河裡面去 那但是因為有些時候那個暴雨來的時候不太容易排 宣洩不起 那但是在台泥裡面 原先就有一些所謂的制洪池 就沉沙池 沉沙制洪池 但是它的規模還蠻大的 但是因為現在它久了以後 它不用了 那它本來要都市開發的時候 我們大概在十年前就跟它講 說你必須要做制洪池 它的設計案也有 但是因為它的渡計畫一直都沒有過 它一直都還沒有那個 那這個時候要怎麼辦 水利局很急 他們很希望在那個地方 你制洪池先開闢 那但是水利局對它來講影響不大 它就在那邊那個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有一個 這個剛才講的所謂統合治理的委員會 這個時候都發局會出面 都發局來幫它協調說 你在這個都計畫的變更的條件 你先把志洪池做了 這個等於是一個回饋 那目前溝通的結果 這個已經開始做了 我想也包括在他們這個 古山的幾位議員 大家也都蠻 共同努力 尤其是這個 因為這個蔡議員 她基本上來講 是根本就是學水利的 所以她了解那個邏輯 那當然如果說 大家都有能夠努力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想這個 這最主要就是那個橫向的溝通 而且橫向的溝通 就有的東西就不用花那麼多錢 另外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台南市 現在那個台南市的局長 李局長 他們為了這個 等於說要解決這個 等於說分擔 洪水分擔的這個問題 跟那個出流管制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大家一起分擔洪水的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通過 呈上去一個法律 就是以後只要在台南市 超過兩公頃的開發案 要自行把所有的 這個河川的淨流水 全部要吸收 他們現在要馬上做的一個叫 新極的工業區 他就所有的水 他不能夠外流 就是說他一定要吸收他的這個水 如果不夠 你想辦法做自洪池 想辦法做怎麼樣的東西 現在水利署大概也是希望推動這樣子 這個時候回來 這個就不是我們剛剛是水利局 一個局的責任 他必須就是包括農業的單位 包括這個尤其是都市發展 跟地震這個單位 所以我才不斷的在講說 像高雄市現在這個如果說 他有一個統合治理的委員會 他分成每個不同的流域 而且剛才李議員擔心的問題 其實也解決了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也把他治水的時程都定好了 這是統合治理 他就不會 有些時候那個壓力也是來自於 直接一個水利局長 這個直接啪就跑到水利局長那邊 所以就必須要承擔這個責任 所以這個如果說如果有一個委員會 他就比較能夠來抵抗這樣子一種 有的時候議員來大小聲 他們也會很辛苦 所以我覺得像李議員這個都很理性的去講的 應該就是爭取地方的一個需求 他們就是比較很和平的講 就比較這個 就有的時候他們覺得委屈 這事實上還好啦 這個前陣的部分 倒是目前都還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說有很多以後 還有一些該做的 其實都應該用這樣的方式來解決 會比較好 是也就是因為說了這個經費資源 還有相關的一些土地的一個協調 用地的一個取得等等 他有很多的美感愛出力 所以有的時候單靠一個水利單位的力量 真的是不夠的 那我們就要請教我們的這個 我們副作來到了現場 那剛剛我們來賓有提供您非常多的一個意見 那第一個就要請您 是不是先來談一談你們的這個 治水的壓力的這個部分 那通常在面對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怎麼樣 才能夠是你們優先處理的一個訊息 是我想治水的壓力當然就是民眾淹水 大家都期待快點把這個淹水的問題來解決 那剛剛盧老師提到的就是這個橫向的聯繫 那李一言也有提到各個單位橫向的聯繫 那有關治水的這個部分呢 在高雄市政府目前這個都市計畫委員會 事實上在對一個基地的一個開花 對於增加出來的這個淨流量 我們都有要求他要施設基地內的自洪池 那我們也注意到就是 或許基地在開花的時候會做自洪池 之後呢他可能就把它埋田 或者是把它做其他的這個用途 結果功能就失去 所以針對這樣的一個部分呢 我們也了解到說 後續的持續追蹤跟管理 或是納入工部門的一個管理來監督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說橫向的這個聯繫 在現階段呢都市計畫這個委員會呢 事實上是有劃為一定的這個 治水防洪的這種功能 那另外有關於這個排水防洪的這個處理呢 我們覺得說永續非常重要 剛剛這個今天講到永續 像二三十年前整治愛河 我們都是以防洪為考量 所以我們打的這個板狀是16米的這個板狀 從下游直到上游12公里 全部都是打12米的板狀 那也就是說它就是環洪渠道 那民眾呢就盡量就不要靠近 但是愛河市高雄市非常大的一個資源 所以呢我們這個之後的 從十幾年前我們慢慢的就從下游 七千橋以下 我們就配合仁愛公園 一些綠地的地方我們把它切緩坡 然後從中華路直到這個治平橋 我們也都把它切緩坡 能夠切緩坡的地方都切緩坡 到上游融種的部分呢 我們做緩坡的碟石 那這樣的一個整治事實上是民眾非常的喜歡 因為你緩坡了以後呢 生態就比較豐富了 民眾也絕對不會有很大的一個壓力 所以整個的這個河川的一個整治 除了排水防洪 那景觀還有生態也慢慢豐富多元 所以我們發現說這樣的一個整治方式呢 是可以在其他的地方一次到位 所以我們慢慢的在整個的大高雄 我們覺得說不管是阿公殿溪 或者是這個二人溪或者是鳳山溪 我們目前的整治也是配合比較大的一個空地呢 我們就盡量把它做成緩坡 做成比較這個自然性的一個清水設施 所以整體來說呢 我們河川的一個整治出了排水防洪 也要考量到它的永續性 那另外就是水資源的再利用 中水回收的再利用 那在鳳山溪呢 我們發現做得非常的不錯 雖然金會有限 那我們當然也一方面非常感謝高雄市議會 對市政府水利局在自水防洪方面的一個支持 我們能夠感受到說 議員們的一個這個非常的一個支持 所以我們也盡可能把這個金會呢 用在刀口上 所以治水的一個預算呢 我們一定是這個河川的部分 我們從下游中游往上游來做 那容易淹水的地方 我們用最直接的一個方式呢 讓這個水患呢 能夠來消除 這個我相信是整個市政府相關單位 還有市長 這個大家一致的一個想法 要盡可能把高雄市的這個 這個黃紅的這個能力呢 不斷的來提升 讓市民呢 免於這個淹水的這種災情 是沒有錯 其實這個治水 真的是很多相關的一些智慧都要融入 所以剛剛像我們的副作就有提到 可能一條溪流 它的整治的過程當中 它不只是防洪排水 然後它還要可能還要有進化這個水質的一個功能 所以整整的這些功能 避其功於一億 它其中投入的經費跟行李是相當多的 盧老師您怎麼看 我想這個除了這個經費之外 就是說所謂的這個統合的治理 其實還有一個面向 其實在日本的他們的統合治理的這個部分 有一個就是民眾的這個溝通跟參與 那就是說他們對很多 就現在我們的民眾大概都想法就是說 你想辦法把我提房給我做好 然後不要讓我淹水 那事實上有的時候那個淹水 其實是你真的暴雨來的時候 你就像剛才蔡議員講的說 你要有一個調製的一個方式 那不然的話因為你花的錢那麼的多 比如我簡單的講說現在你這個提房做 如果是5公尺的提房 你要把它做成10公尺 它的費用是10倍 因為長寬高就8倍了 然後再加上打機裝都要超過10倍 原來你這個1億的提房你現在變成10億 那如果說你是不是真的要做到那麼高 如果說你把中間只做1億的加固的提房 然後你把這個9億拿去做一些保險 就是說或做一些疏散 現在也就是說我們台灣在做防災保險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觀念還沒辦法建立 所以我覺得到時候你把它重新 這個真的災難來的時候先躲人 然後被淹完了以後他利用保險來陪你 像齊山大淹水的八八豐大淹水的時候 整個賠償的金貝不到1億 不到1億 而且在美國他們有的時候大淹水完了以後 我們有一些景象他在那個水裡面喝啤酒 他說明天我新的家具就來了 因為他們是有保險的 但這樣講不是開玩笑 我就說這個大家必須要有對災難 大家要有共體時間的概念 就是說因為你花了那麼多那麼多的錢 有的時候反而大家會有些誤解 比如說你在那個提房的旁邊 像剛才這個經驗講的他非常專業的東西 那個提房不是永久的 因為他每次被掏刷掏刷以後 他哪一天這麼垮下來的時候 你反而旁邊是最危險的地方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這樣子一個災難的 防範的這種概念 不過我真的覺得說這個事情 剛好是要想辦法來開始 我們想辦法來先做一個典範 找一個地區用這樣子來做 我覺得這個可能反而他會讓 因為現在財政也很辛苦 雖然治水的部分中央 像土地的取得他幫忙我們 我們以前現在還沒有談好了 以前是70%中央出 我們30%我們出 但接下來會不會這樣子還不知道 但是這個工程以後 我們要負擔越來越重的時候 我們如果有更多的這種方式 其實也是一種大家全民一起來 來防洪的概念 其實可能會比這個來做工程 會更有效 那我們剛剛金燕議員 你剛剛拋出這樣子的議題 讓大家一起來思考 也許我們自己都能夠成為 防洪治水的一個一份子 那你要不要再深入一點 跟大家來做一個深論一下 我想這些工作 其實就是剛剛盧老師有提到 更多的民間來參與 那我們講的日本所謂的劉裕委委會 他也有由民間成立的一起來 不管是在監督建議 包括說這次我們的理工員李教授 他在這次的水論壇 南方治水論壇 他提到的案例 就是新北市那個案例 他也是透過民間的參與去達成一個 讓河川的治理整得非常的美麗 也可以達到滿足當地的需求 因為畢竟你在做所謂的河川治理 乃至於說一些防災設施的時候 總會犧牲一些東西 像我們講回來台泥這邊 因為水利局已經開始在動工了 那當然包括自鴻石 那另外剛剛這個古山運河也要拓寬 那現在古山運河拓寬所面臨到的問題 就是土地徵收的問題 因為上面還有住戶 那這時候我們要怎麼跟這些民眾去溝通 因為我也參與過兩次的協調會 那這中間慢慢的慢慢的民眾會有更多的 知道說其實做這種東西是真的是幫助地方 那我們要怎麼去協助他們做後續的處置這樣 我想透過把民眾拉進來 那一起讓一個政策好好的進行 那我想這是未來 其實不管在治水 很多的政策都必須朝這個方向去做這樣 是 謝謝金燕 那當然了 迅期隨著迅期即將到來 那還有很多很優柔的工程 很優柔的建設 可能需要再提醒我們水利局這邊 需要做一些相關的一些準備 那我們節目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是不是先請教理議員 你現在對我們的誤記要來 有什麼需要提供配合的工作 你可以再給大家提醒一下 謝謝 我想今天這個議題很好 我很欣賞我們盧老師 跟蔡靜葉蔡議員 我好同事跟我們副作為 一些我們治水的觀念 讓我們市民朋友很大的安心 今天是跟市民報告 我想 剛才我們的副局長有說到 就是我們鳳山科的經驗 現在都反向波 反向波就是我們現在市府 常常在說的中輪四地公園 跟我們前庭前鎮盒下面的前鎮盒半公園 這都有一些自洪 還有一些黃紅的工齡 和市民報告這幾年 我們的鳳山科的燈油 有再次的自洪廠在做 現在只有三宅做好而已 出的兩個還沒做 是不是水利局一百分 和中央的立委 我們大家做好努力 會有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前鎮盒 譚多劉老師有說到 這幾年 2008、2009、2001年 都受到重創 但這兩年有比較好 我這兩年一直在水利局 到底前鎮盒整個盒段 你的保護期是怎麼樣 很多的數據給我說 他有十年的重獻期的保護 所以我給市民朋友報告 他也說25年沒議題 25年前鎮盒25年沒議題 是不是這樣 我相信我們的專家跟我們都會結束 另外市民朋友所擔心的就是 鳳山市這麼多本舍 這麼多大垃圾可能都是人為的因素 小垃圾可能是我們的用路人 給他丟到我們的排水溝 排水溝衝擊到下游來 親疏的工作 我也一直獨處下水溝 跟水利局 水利局也委託測量公司測量 測量我們整個前鎮盒的 這個斷面的 河道斷面的一個測量 也沒有問題 也沒有問題 所以今天也覺得 對這個青年和港督電台 定這麼好的議題 讓我們有機會 來市民報告 來市府獨處 也感謝 我們繼續來努力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李議員那盧老師 我想接著李議員的話 就是說前鎮盒的這個部分 它其實有一些困難 就是說上游的這個部分 現在目前看起來是還做得很好 但是它有一些危機 因為現在附近有很多地方 它的水 因為它很多的撲滅 譬如說現在全世界最大的這個夜市 它把它在金鑽在那個地方 它撲滅已經都建立起來 它的排水就往這邊排 但是它有沒有機會 有其實就是它附近的 整個台塘以後的這個開發案 那我們可以要求台塘在還沒有 在做這些開發的之前 先把一些地方 能夠做制宏的概念 以後的這個六四變化 就是205變工廠 它在開發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它的這個土地 就要有一些制宏的這個設施 要納入 像這樣子的 因為現在整個多龍建貌園區 比如說像孟時代這邊的開發 那這個部分就比較 當初沒有完全考慮這裡 接下來的 我覺得都應該要來考慮這邊 這樣子對前任何 它不但是以後因為這些開發案 它不會造成更大的這個水患 反而還會減緩水患 我們大概希望能夠往這個地方做了 謝謝 那也要提高我們這個副局長做參考 那先跳過去一下 我們先進行一下我們在議員這邊的一點 其實我們講這個氣候變遷 根據國外的這個 有一張圖表 它就是全球海平面溫度上升的趨勢 跟全球這個颱風平均的強度 其實它是成一個正比的關係 可以發現說這幾年 因為隨著這個我們的氣候變遷 這個海平面溫度的上升 颱風的強度是越來越強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心理準備說 也許我們遇到的下一次大雨會更大 那在有這樣的心理準備的時候 包括說水利局在101年也成立這個水情中心 我想也提供許多的即時的水情情報 讓我們民眾知道 那另外把高雄市整個有淹水 潛視的這個地圖也都做好了 讓民眾要知道說 我這邊如果真的遇到 什麼樣規模的大雨下來 有可能會淹水的話 即便說我們剛剛講的 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真的你遇到 那種一個小時給你下 剩幾十厘米的這種雨量 那有時候真的你再多的這個排水 至少也會產生一些積水 那在這個過程中 民眾也要自己有這個 防災的準備 那包括說區公所 我們雨季到了 我們都跟我們那個 台泥州民眾講說 區公所有沙包 記得如果我們有水庫 地下室沒有做水閘門的話 記得去拿 以防萬一 那我想這些民眾也要自己參與說 這個我住的這個地方 有這樣的一個潛視 並不是說 我們可以做到完全不淹水 你如果真的遇到一個這個 可以說是天災的水洪 洪水的話 你真的要有那樣的心理準備這樣 那我們最後請我們的副作 是不是來幫我們整合一下 整理一下 謝謝 一個都市的這個自水防洪 應當就是包含工程設施 跟非工程設施 剛剛兩位議員跟盧老師 事實上也都有分別談到的 一些重要的這個部分 那工程設施在工部門會持續 來做這個排水渠道的建設 還有下水道的建設 自洪池的建設 為自洪相關法令的一個設施 那非工程的設施我們特別提到就是 需要市民朋友大家一起來協助 特別我們提到的就是 垃圾的部分 這次的南方的水論壇 新加坡的講演講到說 他們新加坡之所以 那麼嚴格的限制不可以丟垃圾 是因為只要下雨的時候 這些垃圾會流到河川 會造成阻塞 造成水不容易再使用 所以他們嚴格管制這個垃圾 我們也希望市民朋友了解到就是 不要隨意的來丟漆垃圾 另外就是配合市政府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設施 大家一起來愛護這個整個的一個 排水設施 我相信說高雄市政府 應該會在排水環環部分 不斷的在這個各方面來加強 那都需要市民朋友大家一起來協助 一起來這個給我們加油打氣 是那我們也希望期待 在我們水利單位努力的這個協助之下 能夠讓我們今年很平安的度過 那並且就是長長久久都能夠保障 我們大高雄地區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那麼高雄現場也非常感謝 我們今天來賓參與 然後提供我們寶貴的意見 也非常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會 拜拜 是的 我們下個禮拜 你擔心 憂慮 恐懼 有過危險的性行為 讓你心中有負擔 你真的可以放下 這些害怕沉重的 讓你喘不過氣 艾滋早期發現 可以透過治療來控制 及早做艾滋篩檢 面對自己就是愛自己 艾滋篩檢 愛自己多一點 累死了 想到要去排隊拜美簽 有夠浪費時間的 喂 喂 你要趕快找時間 去拍美簽大頭照喔 好啦